感谢主 我们今天仍然继续来分享雅各分享的第三讲 接着我们来看雅各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 在雅各的里头我把它放大 是新父说的一段话 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曼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继续新娘再讲一段话 因为这是对象不同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框引号表示出来 他说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上午在何处使羊歇沃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我们就读到这里 今天只分享这三节 因为亚哥很难解释 所以我们宁可稳扎稳打 而且我们每一次的分享是按照我们的分段 一般来说呢 有很多的分段 那我们这个分段呢 是根据于我的观察 很仔细的观察 把它分段 那另外一个 也是跟圣经各位 大致上是一样的 在学术上呢 也有很专精的学者呢 大家大概也是这样分 那这样的分段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我们容易读得懂 你知道如果我们把它 恢复成不分段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横排 这是横排的样子 然后横排的时候 如果我们又回头呢 把这个所谓的点线字 点点点 所谓的点线字就是原文没有的 把它恢复成不出现 那我们就很难看得懂了 这个点点点 还有这个新娘 这个点点点 我们如果把它隐藏 我们在我们的APP里头 这里可以有一个影呢 我们把它按下去 那你就会看得到 它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我们 如果不是非常仔细的 认真的去查考 那么相信我们不容易 把它读明白 感谢主呢 历史历代的圣经学者 或者圣经工会呢 他们就是专精圣经的人呢 他们就帮我们标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再把右下角 我们这个显单 有一个显 把它按下去呢 把显 也就是说 把这个小点线字 就是原文没有的 补上去的 在这里看到的 什么第一手啊 这个新娘啊 标上去 我们就放心了 这个是新娘讲的 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在那边拆 没有把握 那另外呢 我们也因着 我们的特殊的牌板 这个叫缩牌 那个缩牌 按下去呢 那就更容易让我们 一目了然 这也是我们的 APP的强项之处 那这是做一个交代 新妇呢 在第一章 第五节的时候 他对 伊路撒冷的 这一群女子 来说话 那因为呢 前面我们有看到呢 所罗门王 或者说这个良人 把他带到了 他的卧房 也就是说 所罗门王 很喜爱 跟新妇在一起 那当然呢 这种消息 也有很可能 就是很快就传开了 因为所罗门王是 众所瞩目的 英俊潇洒 又有权柄 又有智慧 又有好名声 当然是在这个 某个方面 是这样子 除了他有很多的 妻子太太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了 但是在这里呢 他所表达的 不是在他的 淫乱那方面 而是指着他们 彼此相爱的这方面 所以我们会照着 圣经的经文的 走向我们一步步的 来分享 这样我们才能够 更专心的来读懂他 好 这里 新娘对着 或者说 新妇 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我们就说新妇好了 新妇是对着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来说一段话 他说 我虽然黑 这个呢 那我们就直接 看到了 因为这里说到 新妇呢 她是看守葡萄园的 事实上后面也讲 她也牧养 我心所爱的 你在何处牧羊 我们看往下看 我何必 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就好像她也是在 牧羊人的羊群 跟牧羊人群众的当中 她不只是一个 种植葡萄园的 她也有可能也是 做一些牧羊工作 但是有可能的 所以简单来说 她就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 做龙的 或者是做序幕的 那所以呢 中日在外面晒太阳 因为后面这里说什么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然后呢 因为每一个时代 都有她的审美观 可能这个时代 跟我们这个时代 有点类似 比如说我们台湾 女孩子都喜欢 皮肤白一点啊 觉得白的是比较美啊 但是很奇怪的 欧美国家就是觉得说 皮肤要古铜色啊 才健康一点啊 太白的话是不健康啊 所以你看这个叫做 社会的人群的一个价值观 但是在这里呢 新婦她所遭遇到的就是 同样有伊路沙能 伊路沙能就是当时候的首都哦 你把它想呢 就像台北市的人 如果以我来说的话 我是在高雄出生长大的 我的皮肤还是黑的 然后来台北几十年还是黑的 一看就是 人家讲的叫南部人 我的南部孩子 或者你可以看到 苏拉蜜女呢 亲父来到伊路沙能 一看 哎呀 你怎么这么黑啊 旁边的人 特别是女孩子说 哎呀 你怎么长这么黑啊 对不对 那难免呢 个人或者社会上的这种 审美观 价值观 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点压力 或者甚至说 贬低一个人 竟然我们的新婦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 人生的自信的一个特质 你看哦 很少看到女孩子 她就是这样 结果上的重女子啊 她说我虽然黑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倒过来 哎呀 你们都是白皮肤 你们看起来都自认为漂亮啊 但我虽然在肤色上面 比你们黑 她没有觉得黑是不好哦 她没有觉得黑是卑贱哦 你看她整个 她我说 却是秀美 那秀美呢 就是让人长得很正 很标志 也可以说很可爱 很美丽的 是另外一种美丽 比如说我们讲美丽 就是很吸睛的美丽 那这个秀美 你可以把它当做 虽然不是那么吸睛 可是呢 越看越爱看 越看越喜欢 就是一个可爱型的 能够吸引人人的眼光 你可以这样去想象 在原文里头 她所显示的叫做标志 那我把它理解 这个叫做长得很正 就是五官啊 她的身材体型 都是很耐看的 长得美丽 你看 心腹自己看自己 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能够完全接纳她自己 然后呢 虽然在别人眼中 可能会被贬低 但是她不怕 把它拿出来讨论 你说觉得 黑啊 是缺点 黑啊 是不漂亮 但不会啊 我觉得我虽然黑 但是确实 很耐看啊 很可爱啊 长得很标志 很正啊 很能够吸引人啊 你有没有看到 心腹的心中 有这么健康的自信心 这是很难得的 这是很难得的 特别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这个真的很难得 她说呢 我这样子呢 如同基达的帐篷 你知道基达是在 中东地区的一个游牧民主 那他们的帐篷呢 都是用黑山养的 山羊毛 就是黑的 纯黑色的 哇 他就是说 我的黑啊 就像基达的帐篷 就单一个颜色 就黑 就这样 好像所罗门的帽子 你可以把它当作呢 哎 所罗门网建的圣殿 圣殿有一个帽子 你可以把它想 哎 他是不是在指这个帽子 哇 这个帽子就很 装俊华丽 这个是在 耶和华的殿宗的 那叫好比 就是秀美来形容的 就是说 哎呀 我真的有美丽 有耐看 非常的正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一方面 表面上看起来呢 他黑的像基达的帐篷 就是台语叫做 欧如如 就是乌七妈黑的 就是黑的很黑 看起来真的太黑了 也像所罗门的帽子 叫做圣殿中的 那个隔开的帽子 非常的尊贵 华丽 而充满健康 散发的气息 而可爱的气氛 可以来理解成这个样子 那接着下去 心腹就解释了 他说 我的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日头 把我晒黑了嘛 不要因为日头 把我晒黑了嘛 就轻看我 因为看起来呢 前面的耶路撒冷 白皮肤的这些 所有的女孩子啊 就有一点 把自我身教给抬高了 然后贬低 人家不是这么白的人 就是这样的看 但是呢 苏拉密 你不会因为人家 这样的抬高他自己 就轻看他自己 所以他也跟他们说 那你们不要轻看我 我这个黑啊 是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 不是我本质是黑的 是日头把我晒黑的 有的人会在这里解释的时候 会把它解释成黑啊 就是因为心腹 就是教会还有罪 其实我读起来 完全没有这个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里就讲 这个黑是因为日头嘛 而日头是上帝所创造的啊 如果要说 这个黑是代表犯罪 那这个太阳就让我们犯罪了吗 这个是解释不通的 所以我习惯以经解释 而且也盼望能够贯穿 整本雅各去解释 免得我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而且最重要呢 还要能够跟整本圣经的真理配合 那这样的话我就更安心 因为免得我把它读错了 因为神并不违反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所说的黑衣呢 并不是指犯罪 因为这是日头造成的 那如果要指他是犯罪 那么就是日头使人犯罪 那日头哪里来 日头上帝造的 这样就是有点说 那上帝你造了日头让我犯罪了 这样就是说不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 是不适合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需要工作 那工作就会晒到这个日头 所以我在先天条件上 比如说有的人出生 就是比较清寒的家庭 或者要讲原住民好了 可能他所在的资源 他的自己家庭的背景 并不适合他在这个都市的 所有的孩子当中来做竞争 你不能说正在原住民的家庭 比较没有竞争力 或者呢 生长在这个农夫的家庭 他需要去种田 养牛 养鸡养鸭 所以身体都晒黑了 这个黑是代表他犯罪 你不能这样子说吧 这是绝对是会引起空分的 不能这样解释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代表说 对 苏拉密尼他说 是的 我出生先天的竞争条件 比人家低没有错 那我也因为这样很新奇的工作 所以这个日头把我晒黑了 那如果你要看我 这样子出生卑微 你就轻看我 那我却不是这样看自己 我仍然接纳 我的黑是很健康的黑 是没有犯罪的黑 是日头把我晒黑的黑 但是我却是可爱的 耐看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我们真是呢 要看到这个苏拉密尼 他很健康的 光是这样的一句话 就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内容 所以有时候读经 我会常常觉得我是在挖宝 我就是这样挖出来的 好 另外呢 他说 我童母的弟兄 向我发怒 哎呀 也想一句话叫童母的弟兄 那难道他们不同父吗 哎 对了 所以杰金家呢 学者都跟我们讲 这样看起来 他们的这个 男的跟女的 就是苏拉密尼的这个弟兄呢 是跟他们是不同的爸爸 那又根据后面 整个圣经的一个查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样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做一个交代 好 这里描述苏拉密尼是什么呢 新郎 在这个第六章第九节 来称赞这个苏拉密尼 称赞这个新妇 他说 那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只有这一个 就是他太特别了 只有这一个 那是什么 是他母亲独生的 好 这个就是答案 是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很清楚 这是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里头 就只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就是这个 雅各的女主角 就叫苏拉密尼 或者就叫新妇 那我们就知道 他是只有一个女的 刚刚我们所看的地方 我们把它消除掉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 他说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 同一个妈妈 但这个妈妈呢 从头到尾只有生一个女的 既然是这样子 那妈妈呢 看起来结婚两次 结婚两次 前面的那一次 要不是都生男的 就是前面是生苏拉密尼 但是呢 整个雅各里头又讲一句话 我们从这里看 好 就是在第八章第八节 这里说到就是 亲父的众兄弟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有一小妹 好 现在有 小妹 所以看得到呢 男的年纪是比女的年纪大 所以我们刚刚就很清楚了 看清楚了 这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把它再恢复到前面去 这个就是说 妈妈嫁了两次 第一次呢 是生这个所谓的哥哥们 哥哥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了一个推敲 就是这个妈妈肯定结婚两次以上 她看起来是先生的哥哥们 为什么呢 弟兄 因为在原文里头 她是妇数 所以呢 苏拉密尼说 我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哥哥们 向我发怒 因为那里 我们在第八章第八节说什么呢 亲娘被她的哥哥们说 我们有一小妹 所以一看 亲父呢 她是年纪最小的 所以现在就可以分清楚了 这些都是她的哥哥们 但是是同母异父的 向这个妹妹来发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派她要看守葡萄园 他们哥哥们可能有一些葡萄园 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欺负这个妹妹 要叫她去看守 但结果呢 妹妹连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这里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妹妹真的有一个在耕种的葡萄园 那哥哥们也有自己的葡萄园 那他们竟然强迫这个妹妹要来看守哥哥们的葡萄园 以至于让妹妹实在没有办法再去照顾自己的葡萄园 那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说 这个葡萄园是暗示 就是女人的私密处 就是说她对于婚姻 她希望她能够照料她自己进入到婚姻的当中 她实在是帮忙哥哥们去照料他们的葡萄园 害了她自己没有时间照顾她的身体 这个也是说得通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十意解经跟灵意寓意里头 我两个都会参考都会采用 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更正确或者更广阔的眼光来看整卷的雅歌 以至于呢 如果主带领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雅歌呢 有兴趣或者有信心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用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们都读都读不懂 那我们就很难运用到自己的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进入了 好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 有两批人在欺负这个苏拉密尼 第一个呢 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来轻看苏拉密尼 轻看这个新妇 那另外一个就是 她童母的哥哥们 也轻看她 就是把她当成劳工来使用了 所以呢 当时呢 新妇在她心中却没有觉得被压抑 或者有任何苦毒 或者是说有任何的受伤 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她真的可以举得出 她可以用什么来比较 她就是像什么样子 那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有的人如果能够对自己开玩笑 或者不看清自己 这个是需要有很健康的内在 或者说心里要非常健康才有办法开自己玩笑 也才有办法这样子来肯定自己 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叙述 好 那接下去呢 我们要看这个新娘又在讲了 这里我们用不同的方框引号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方框引号 这个就在表示 我们在 我们在这边呢 所采用的跟大陆用的是不一样 大陆会用了双点引号或单点引号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用方框引号 那这里呢 最主要是表示呢 他跟不同人或 他讲不同的一句话 所以要跟上面趋开来 虽然是同样心悟说的 他说我心所爱的 哇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的爱人 或者叫圣经在这里说 他对他的良人说话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你 这个上午 中午呢 你在何处使羊 歇我 哎呀 然后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哇这不得了啦 我说不得了是指什么 糟糕了 这个圣经读不下去了 怎么刚刚呢 前面他是爱王 现在就是爱一个牧羊人 哎 这个到底是怎么读法 所以我就要说嘛 因为整个圣经来说 最难解的就是雅各 那我们在这里有说 你看哦 在一开始的地方 第一章第二节 甚至在这个第四节的地方 他说王 把我带进去了他的卧房 而这个王很可能就是 这个苏拉米可慕的良人 因为呢 这里没有任何的喘息空间 哎呀 你把我拉着吧 我就跟着你跑 然后挂号就王带我进了内室 这里没有说 假设这里是另外一个角色 是牧羊人 跟王是不同的一个人 那么就产生争夺战了 哎呀 牧羊人啊 我的良人啊 你把我拉着吧 我跟你跑啊 跑啊 结果王插手 后面就横刀夺爱 就把我带进去到内室了 接下去呢 哎呀 我们必因你 那这个你到底是谁啦 是牧羊人还是王呢 如我们照刚刚所说的 这个是牧羊人不同的 不是王 那在这里呢 肯定要讲啊 哎呀 众同你跟我 我们不羡慕王啊 我们羡慕牧羊人啊 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牧羊人 一个牧羊人 能够引起那么多的女孩子的追求 这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如果你说 索罗门王引起很多的女孩子的羡慕和爱情的追求 那我们可以想象 因为王太知名了 还有呢 我们一开始可能有交代 大卫是长得非常俊美的 她的每一个老婆都是非常美丽的 起码她是很有智慧的 另外呢 以这个索罗门王的妈妈是拔是拔 在圣经里头 拔是拔是拔是非常美的 每到一个程度让大卫犯了罪 当然 耶和华神让这个犯罪付出的代价 但是呢 神也悦纳这个索罗门王的出身 而且自己也喜悦索罗门王 并且也加给他智慧 还给他权柄 治理神的百姓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导论把他搞清楚 那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 在大概五六节我们就开始混乱了 那么王把女主角带进了他的卧房 那接下来呢 大家都会因泥 这个泥我们肯定可以说是良人 因着良人欢喜快乐 那这个如果良人又不是索罗门王 那糟糕了 我就很难去理解 为什么作者在这几个字当中 都不给我们留余力 给我们区别一下呢 那这样谁会读得懂呢 可见呢 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认为你不需要懂 你就直接去读他 你就能够读得懂 那就是王 就是良人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王怎么会是良人 而且是很牧养呢 这就说不过去了嘛 我们在这里说 你看哦 新一副就说了 我心所爱的啊 请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养 对不对 哎呀 怎么王做牧养 工作是这样吗 这样说不通哦 所以索罗门王是索罗门王 这个苏拉密 你幸福爱的是牧养人哦 是另外一个男孩子哦 不能够这样随便解禁哦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卡住了 对不对 那么有一个解释 是大卫包生牧师的解释 我也接纳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 是这样解释的 我想全世界不是只有他 或者是我这样解释 应该很多人都接纳这种解释 就是说 其实这个牧羊人是索罗门王 乔庄的 为什么要乔庄呢 就跟这个美国总统啦 他这个都会到所谓的大卫营 去度假嘛 就是说 哎呀 需要休息了 去那边度假度假 假设呢 我们这个索罗门王呢 他治理国阵呢 也是很辛苦压力很大 那他还可以自己安排呢 他去度假 度假的时候 当然就是不要穿这个朝服啊 不要这个正经为座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的官服 都不一定要每天穿着啊 他就放松啊 他就好像就到了一个地方 自己买了一块田地 这块田地呢 可能就叫巴蒂哈门的地方 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 是这样读法的 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 所罗门王在 这个所谓的巴蒂哈门的地方 这里 好 这是在 第八章第十一节 新父讲了一句话说 所罗门在巴蒂哈门 巴蒂哈门是一个地名 那巴蒂哈门有一个葡萄园 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 为其中的果子 并且交一千社克的银子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呢 所罗门王有一个葡萄园 那这样看起来 他是有机会去到葡萄园 去摘植葡萄 或者说稍微做一些农作 因为人的休假 并不是代表他什么事情都不做 有时候换了一个环境 换了一个工作 换了一个景色 或者甚至换了一个心态呢 人身心灵得以舒畅恢复 这个是很奇妙 上帝创造我们的一个情形 那在这里呢 所罗门王在这里有巴蒂哈门 这块土地上 他有葡萄园 那也有可能他也在这个当中来附近做牧羊 是穿着像牧羊人 这样去牧羊 其实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 曾经就是一个牧羊人 而且是很勇敢的一个牧羊人 那个狮子啊 熊啊 豹啊 来啊 要来抓羊羔的时候 羊的时候 他就勇敢的前去 就打这个狮子 把他打死 把熊给打死 这不得了了 当时候他是大卫是十几岁 他不然长得英俊美丽 他还有非常大的勇气跟这个勇力 有办法打死这个狮子跟熊 所以后来呢 大卫才有信心去战胜歌利 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他前面没有累积这些的得胜 有信心的经验的话 他肯定会害怕的 跟很多人是一样 是会害怕的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采取呢 这样一个说法 那这个什么说法呢 就是这个牧羊人啊 其实就是所罗门王 他在休闲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他到了乡间 那他呢 也去参与牧羊 而在不知情之下 苏拉密尼也不晓得他是王 两个人互相看对眼了 对入到这个热爱当中 然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王 那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在一开始 就是在这个初恋的当中 这个情节当中 苏拉密尼是没有察觉他是王的 那前面那个是怎么说呢 前面这个是因为 在后来的 在更深的交往当中 他才知道他是王 这是更后面的时段 最早的时段是这样 最早的时段是 他有所爱的一个人 那他是一个牧羊人 后来在追求快要结婚的时候 那个王才让他知道他是王 然后接下去呢 就正式要聘他为妻 聘他为后 所以就后来有结婚之歌 就是第三首所代表的 那这里呢 当一开始他不晓得他是王 他说你这个牧羊人 你在哪里牧羊 我好喜欢亲近你 中午你把羊带到哪里 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男性 去追女性的时候 我也是会这样 我不晓得女性追男性 是不是也会这样 不过看起来 这个雅各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男女是一样的 台语叫做想胖 就是想尽办法去接近他 当你有意爱 心中所意爱的情人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移动你的脚步 你自然就会注目你的眼光 你自然你的心就会一直往那边 蹦蹦跳就往那边吸过去了 事实上在雅各里头讲到男的 看到女的也是这样 我们就在第六章第五节 第五节说求你 心狼对心妇说求你掉着眼目不看我 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一致就是说 哇你太有吸引力了 甚至我看着你 我的心都会小路乱撞 我超会被你影响的 所以心妇也是被心狼这样子影响 刚刚说 哎呀这个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上午在何处使羊切瓦 因为我很想亲近你 所以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很想亲近你 我何必 就好像偷偷摸摸的 他很想亲近他 但是又不好意思 因为在社会的 大家的重能眼光 会让他不好意思 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 哎呀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我很想亲近你 所以这两方的压力 我真的会蒙着脸 但我真是巴不得 你就直接告诉我吧 你在哪里 我真的很想亲近你 跟你见面 跟你约会 但是呢 也不能太公开 你就告诉我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心妇来说 她是热情洋溢的 但是碍于这个社会上 大家的看法 她还是有点保守 只是她对于她所爱的 她直接唱出她心中的一个渴望 这是很健康很棒的 有的人丹恋 有的人爱在心里口难开 这都是不太正确的 但是还好 这两位呢 就是男女主角呢 是彼此相爱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到呢 他们的爱情呢 是很正面的 是很直接的 甚至很敢说的 就着女性来说 这个苏拉命女是很敢说的 这能够启迪我们 如果去看待自己的爱情 或者婚姻观 甚至性关系的这种需要 我想多多少少 雅各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也让我们有一些收获 那我们也因为还有一点时间 我就顺便再讲一下 除了这个心腹自己看自己 是很正面的之外 这是我们要从这个圣经节 已经解经 那这样的一个解经就是说 让我们看到呢 心腹她的外表是很漂亮 她的内在也是很美丽 或者说是很健康 很纯正 或者是很有自信心 这个自信心不是高傲 这个自信心是说 不因为人的看法 她就看自己是卑微 卑贱 或者跟人家比不上 她完全没有这种 自卑自怜自爱自赏 自己欣赏自己的这种心态 没有的 她站在一个很健康 很阳光 甚至呢 很有自信 甚至呢 内在展现出一种美丽 的一个特质 来看她与她自己 然后事实上呢 明天我们继续看呢 就是 新郎也大赞不绝口 就是赞美她的家偶 她的女朋友 赞不绝口啊 赞不绝口 所以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在解释雅各的时候呢 把心腹放在他们口中 所说的完美的形象 这个人世间是找不到的 但是竟然在雅各里头 就是这样标示清清楚楚 我们明天会讲更多 那我是根据于 雅各里头的男女主角 互相所说出来的话 来解释雅各的内容 因为要解释神经最好 就是作者自己来解释 他为什么这样写 他自己来解释 而这个作者本身 如果我们认定 他是所罗门王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些主角所说的话 就是在代表 所罗门王来定义 或者来说了这段女婚姻 或者这段感情是怎样 那心腹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呢 是总比我们 隔了三千年 我们距离所罗门王 应该有三千年 三千年后的人来评断 或者我们根本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家族人 所以我们肯定会不准确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把持的一个原则 我们这样解释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